小扎没钱了 这次要给他的Quest 最受欢迎的Quest涨价了 涨的还挺多的 涨了100美金 这涨幅还挺多的 原来是300美金 原来299 现在涨了399 我们今天来聊一下Quest2相关的话题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Signal 我是电玩科技的AK 我是电玩科技的Jack 首先我们很荣幸 我们现在有一个赞助商了 我们节目的赞助商 冰晶科技 他们做的这个是桌面级的X86的小服务器 然后有好多种玩法 感谢Zmailbo的赞助 我们自己的店也会做他们的一个经销 这个东西我们在结尾的时候 跟大家聊聊是干嘛的 可以干嘛 有哪些地方可以玩 我们就开始聊今天的话题 Quest2好像是前几天 我看到这个新闻 它是8月1号开始涨价 还没生效 但是大家看到我们这期视频的时候 就已经涨价了 Quest2在国内其实是没有办法正式面试 对 但是通过亚马逊海外购也可以直接买 对 但是有很多人这样囤 我朋友圈里面就有一个资源 天天看他发朋友圈 今天又囤了20台 明天又囤了20台 也不敢多囤 提前他要是囤囤多一波 这波就赚麻了 是Quest2它是2020年10月份发布的 当时其实它的售价就是299美金 不过它当时好像是64G版本 然后去年有一波升级 就升级到128G的版本了 但是那一波是加量不加价 相当于是 但没想到为什么今年发售了快一年半 快两年了 反倒说给它涨了100美金 我们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你看第一代Quest其实就是399 它当时用料比较好 用的OLED屏 然后是两块 还不是像Quest它是一块LCD面板 两块OLED 然后你看它的头戴 它的做工 它手柄的这些做工 这些细节都特别好 所以说一代Quest其实卖的价格 他们试过 一代的销量明显不如二代好 二代减了一些用料 比如说它的头戴做成那种编织带了 那种松紧的编织带 再加上它屏幕也相当于用了LCD成本低 但是这个意义很大 就以前我们聊过这个话题 为什么Quest2受欢迎 就是因为它价格性价比 它很甜点这个价格 对 它已经低到大家可以尝试入手了 而且性能也不差 而且主流的这种游戏 包括串流功能也很全 所以它现在是市面上最好的 你想体验VR最好的一个入手 就是入门的一个设备 入坑的设备 对 所以我感觉它已经卖的挺成功的 卖了得有2000万台了 现在一和二加在一起 对 二代是单设备就超过1000多万台了 对 两个加起来 我估计怎么着得有2000万台以上了 对 所以到了这个时间节点 我觉得他们可能确实是有理由 就比如说成本上涨 还有供应链这方面的问题 也是为了可能盈利多一点 但我感觉现在不是大量出货Quest2的时候了 它把价格提上来 我觉得影响不到太多人 它官方的说法是因为通货膨胀 然后制作成本和原材料成本上涨 那另外一方面它很隐晦的说 它是为了持续在突破性的研究 和新产品上面开发 扩大投资 让VR产业更上一层楼 这很明显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想赚钱了 就想多赚点利润 所以我觉得正好我们给大家建议一波 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买VR设备 现在应该是处于一个什么情况 我觉得从我的角度分析 如果说你像我一样是以前玩过VR 或者说比较硬的这种VR玩家 我倒觉得如果你还没有买Quest2 你也暂时别考虑了 因为等他们下面Cambridge会比较好 因为快速现在涨了100美元 而且出了又两年多了 是吧 我觉得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了 这个时间去买一个涨价了的产品 然后出了快两年那个产品 不太合适 对 但是针对那些还没有体验VR的 你现在说实话 我摸着良心说也没有 特别好的选择了 你要么就是国内厂商Pico做的 Pico Neo3原来也跟我们合作过 产品力确实还可以 他们对标的就是Quest2 如果说你愿意折腾网络 或者折腾一些什么东西 Quest2虽然涨了100美金 但是我觉得还是很香的 还是可以考虑选择的 但是这个价格可能就是 你自己能不能接受的问题了 它确实涨价了 肯定没有之前香 这个实话是说 所以我的推荐购买建议大概就这样 其实根据我的观察 是Facebook这一波涨价 真的是因为它自己的财务状况 是遇到一些问题了 它十多年以来 它的收入增长 一直是增长的状态 但是到了今年的第二季度 最新的财报发出来 它的收入增长已经到头了 资本市场对它的股价的预期 也降低 它股价有很大的跳水 之前一度是突破1万亿美金的 你受大环境影响也是个因素 你看我们之前看过万亿美金的 特斯拉也降到7000多了 Facebook好像跌幅更大 可能自己的原因也有 外部原因也有 两个因素 它内部原因 一个是它的业务 主要的是Facebook 还有Instagram 这种社交媒体 它受到TikTok的影响 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第二个就是 苹果它不是最近有一个 最近的系统版本里面有一个 不允许APP追踪的一个选项 去年的事 苹果也没起好作用 对 然后去年就是Facebook的CFO 它爆出来 因为苹果的功能 导致Facebook 损失超过百亿美金的广告收入 它原来主要的业务 广告收入有很大的影响 然后目前来说 好像VIA这一块发展的也不是特别的顺利 但是它现在明显看出来 小扎想押宝在这里 其实你纵观历史去看 很正常 这种尤其是科技公司 它起的快 可能5年10年就能让一个公司爆起来 爆到市值可能低 字节就是个例子 对 但是可能销的也快 没办法互联网就是这样的 昨天我还发微博说 现在互联网上的事件 忽然爆起来忽然没了 你什么之前什么中雪糕什么雪糕那事也是 中雪糕 对 莫名其妙就能爆出来一个概念 然后很快4-5天 一两周就再也没流量 互联网公司也是这样的 你真正能做到百年企业的还是少 对 包括苹果 苹果可能你看也是刚几十年历史 苹果也有一段90年那段时间 也是比较低迷的 也是后面才起来的 其实像Facebook 它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 其实它当时就是它刚出来的时候 它是一个网页的应用 但它也经历了一个大的变革 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 但它当时在扎克伯格的带领下 顺利的过渡到移动互联网 它就算是成功的过渡 成为一个巨头 这一波扎克伯格也判定 如果它再不出面 再不好好的管理这个公司 它可能很难的有一个好的发展了 所以说它这次从6月32 外媒报出来的消息 它开始亲自的要 好好的整顿一下公司的情况了 很简单 我来简单复盘一下 也就是说Facebook原先的广告业务 受到苹果的影响 苹果和TikTok的影响 也受到大环境的冲击 互联网广告 然后另一方面它社交网络的用 它最重要的看重的就是用户留存 用户的时间留在平台的留存 现在然后又受到TikTok的影响 所以相当于是几个它的业务口 都受到了不得不收缩的这种情况 所以我现在观察就是它想凹印到 所谓的元宇宙VRAR这样的一个设备 这相当于我刚才说的互联网公司 你赌对了可能能爆起来 再赌对了再爆起来 但是可能在某个阶段 你低迷或者说遇到一些客观因素 一旦你的决策错了 或者说方向赌错了 Facebook这样的一个帝国也可能 没过多长时间就会忽然倒塌 这都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 但是有个问题 就是它虽然说压保VRAR相关的 但是VRAR目前来说还是一个亏损的业务 所以它为什么需要去涨价 去增加它的利润 让它亏的没有那么多 但是另外一方面 它的VRAR的部门 也是需要原来的广告的业务 不管是Facebook还是Instagram 我的分析是这样的 表面上我们观察 就是它给它的最畅销的设备涨价了 但是不代表大公司做的决策 都是对的 我个人可以解读它涨价 可能背后有一些不得不涨价的原因 但是它这波涨价到底是不是正确的选择 我不敢忘评 我会觉得怎么样 因为确实它现在很多业务口都在收缩 营收也在收缩 股价也在跌 这个时候它又凹印到VR和元宇宙 它背后不只代表自己 代表整个Facebook所有的股东 股东可能给了它相当大的压力 比如说我卖一台亏一台 甚至可能还要补贴 甚至可能本来能赚更多钱 但是因为现在想去占领市场 想去铺这些东西 可能很多股东看不到这一层 我只能觉得可能小扎有它的战略目光 但是股东可能没有跟它站在一起 所以我可以理解为钱烧不动了 有这个可能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们小公司也面临这样的情况 你看我们过去一年 很多人觉得我们做的还不错 其实我们实际上营收和支出基本持平 我们除了给大家发发工资以外 我们没有盈利 说实话我在我们投资人那里是有压力的 你们可能感受不到 但我是有压力 就跟小扎的处境一样 他可能也能是说 只能说服自己 然后再尝试去说服他的股东 就是我们现在可能还要低迷一段时间 但是我们是赌后面元宇宙业务可能起来 但是可能这个东西有人性也有可能吃怀疑 所以他也会处在一个非常高压的状态 其实一件事能不能做成 其实需要大家合心合力 就是说你大家都相信这个事能做成 才有动力去做这样一件事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Meta因为它的股价向跌了 然后导致其实很多员工的他的收入是有缩水 因为在大型的科技公司里面 他们的很多收入是由股票构成的 这样的情况下就导致他们的士气其实有一点低落 你像收入锐紧了那么多 然后可能就没有办法就像扎克伯格那想的去 那么去一起集心协力的去做一件事情 卷起来嘛 对 只有老板卷 然后底届的人忽悠不动了 因为钱少了 是的 大概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其实并不是扎克伯格他一个人原因 他其实他设想的未来其实可能是 我认为是有未来的 但是目前来说受到其他影响 它是一个综合的因素 员工的士气有低落 然后股东那边有压力导致了Meta现在的这样的情况 其实扎克伯格从Facebook创业初期 他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坦诚的一个公司领导人 他当时就是在创业初期就每个礼拜都会跟员工开会的 就是然后聊一些问题 就是员工可以提出问题 然后你可以去坦诚的回答 但是后来公司也慢慢大了 他慢慢的这种东西就变得流程化了 就是变得脚本化了 就没有那么说以前那么坦诚 但是可能是最近Meta遇到了比较大的发展上面的问题 他开始就把这个抓起来了 美中还是跟以前一样 可以让员工去问一些问题 然后他做一个坦诚的回答 但这次会议上面就出来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他也坦诚的跟员工说了 就是我们受到那个冲击 TikTok的冲击很大 受到苹果的隐私的认色的影响很大 他很坦诚 因为网上有录音爆传 然后这次扎克伯克恢复了坦诚的 面对面的沟通之后 你知道他说了啥事 他说你们很多人不属于这里 他就觉得他现在公司遇到很大的危机 需要提高效率 需要经济人员 需要大家更努力的去朝一个方向去前进 可能这就是很多的创业公司 虽然说Facebook可能现在不能算创业公司 他们Mega这个项目也算是公司的内部创业 其实算的 我的想法一方面 可能我参加的一些个人情节在里面 我会觉得敢去做这样尝试 而且又是在我特别有信心的领域 像虚拟现实这样的领域 我是想去支持他的 但是理性的给我的分析 确实是赌注有点大 它相当于是在新赛道 现在世界上做的最好的 之一 没有之一 我觉得他们Quest的出货量 他就是做的最好 现在Mega就是做的最好 但是至于赛道什么时候才能开始正向的去盈利 很多人都包括他自己也没有很十足的信心 他只能说作为见证技术发展的历史 或者一个新的产业 一个新的赛道发展出来历史的这么一个见证 他能不能做到最后成为获益方 其实确实是有说法的 你说就有可能他把节奏带起来了 元宇宙的概念 VRAR这种可穿断设备 把这概念带起来了 但是他可能没有能撑到最后 可能被苹果这样的公司摘了桃子 对 也可能会被罗老师摘了桃子 对吧 也有这个可能 所以我就觉得 嗯 我不知道现在断言什么 但我从个人情节来说 我希望最早吃螃蟹的 或者最早推动这个行业发展的 应该要拿到最大的红利 我个人情节上来看 我是这么希望的 确实就是每次扎克伯格去宣传他的元宇宙 宣传他的设备的时候 确实感觉他是很有个人魅力 很能让人幸福的 他有啥个人魅力 像个机器人是吧 你确定你真的想说他有个人魅力 就是他是又懂技术 然后又懂这些 又对未来充满了这种信仰的人 确实在我看来是挺有魅力的 好吧 可能你吃这一套吧 我吃这一套 就是喝水 然后免无表情 那AK你怎么觉得他怎么样 我说实话 我觉得在各大科技公司 尤其硅谷这些科技公司里面 我觉得小扎是个个人标签 没有那么强的一个人 我觉得因为他太平了 另外一点就是 他现在很多事真的是亲力亲为 真的像一个创业公司 真的像为自己的梦想 所谓的AI为AI的梦想去奋斗 有点奇怪 就是说哪个公司老板 不是很多事亲力亲为 这个东西不应该是体现 他个人魅力的地方 应该是他个人有一些 有特别强的号召力 有特别强的观点 有特别强的性格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构成一个 个人魅力 以个人魅力为主要标签的一个CEO 我觉得他在我这看可能不算 但我挺喜欢他的实话是说 但我不觉得他应该是个个个人魅力很强的 所以他性格不够强 可能是因为我之前看了一个电影 就社交网络 里面是讲扎克伯格创业 那个对我的影响比较大 他本人挺那啥挺木讷的 就是Meta现在遇到这个问题 可能就是股东不信任 然后他甚至内部的员工 其实对于扎克伯格的描述的未来 其实也有点动摇了 这恰恰是一个领导型的人 个人魅力没有能够撑起足够信任度的一个表现 如果他个人魅力特别强 像老乔 老乔有个什么信实扭曲立场 我让大家都相信他的说法 对 洗脑 这个叫个人魅力强 我觉得一加之前 我觉得小扎这块差点 而且他其实小扎不比我们大多少 小扎好像仅仅是38岁 他也是挺成功的 对 赶上红利了 所以话说回来 Jack其实不太看好Meta 我的结论是Meta的这一出 可能会把自己搞死 很有可能 我这就不下妄言 我不知道会怎么样 但我个人希望 可能是一个情节 我希望能带领一个赛道 或者开辟一个赛道的人 就应该吃到最大的红利 希望Meta能够越做越好 越做越大 这我个人的一个情节 我也希望扎哥伯格小扎 他能力挽狂澜 真的把ARVR行业做起来 而且他是龙头老大 但是就我目前来看 因为他人心不齐 因为各界的各种压力 各种外界的压力 我觉得他真的不是很乐观的 也是个考验的一个契机 其实考验一个人 一个管理者 或者他有没有这么强大的内心坚定的去做 乔布斯当年也是经历过很大的挫折 人就是锻炼出来的 后面也是再创辉煌 是的 都是有可能的 他还年轻吗 OK 我们今天关于从Quest2涨价这个事情 我们剖析了一波Meta这家公司 还有小扎他们将来的一个方向 我和Jack的一些想法 我们今天这话题聊的差不多 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赞助商的产品 这个东西以后也会在我们的店里上 我们会做它最早或者说最大的一个经销商 然后这个产品简单介绍一下 很多人就不知道它是干嘛的 你可以理解为一台小电脑 掌上的小电脑 它什么都能干 能刷MacOS 能刷Windows 能刷虚拟机 但它原生带的系统是一个DBM系统的 然后它里面会主要可能会跑一些docker应用 你自己可以这么玩起来 比如说组个NAS 或者做一个Plex 做一个Home Bridge Home Assistant都可以 然后其实大家能看到它有两个网口 其实它是可以做一个路由器的 你可以甚至刷你想要的OpenWRT之类的东西 然后它有个很大的卖点就在于有PCIE扩展 有PCIE大家想就可以加很多东西了 对 无线网卡有线网卡 实际网卡都可以 我们还试过插显卡 就玩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大号的玩具 然后很多人可能会问 这不就是淘宝上也有这种供控机 对吧 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首先它是X86架构的 它不是Arm 而再加上它同样去比那些供控机 它整体的ID是有设计的 你拿到手就可以去用起来的一个东西 你不用自己折腾 当然你想折腾是你可以折腾 它甚至比别的东西折腾的给你的东西更多 对PCIE 两个USB 两个网卡 然后还有一个DP输出 还有两个SETA 就是你要折腾它上线很高 然后你如果不想折腾 拿回来也可以直接用 你就直接进它的商店去装Docker 去装各种服务部署就好了 所以是挺适合我们观众 再次感谢Zima做我们冰晶科技 做我们的赞助商 然后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电商 我们自己的店里会卖我们跟Keychron合作的键盘 不过多介绍了 我们过去半年一直在推广 我们自己跟Keychron联名做的键盘 最大的特点就是它颜值 还有它的功能 它简单来说是麦克夏最好用的键盘 在这个价位 还有一个最近我们在我们店铺推广的 就是我们跟先看评测的利海 利海他们做了一支这样的笔 卖100多块钱 然后以1%的价格 相比苹果自己的笔 实现了80%的功能 就是性价比特别高 平时如果说只是写写画画素季的这种 这支笔就完全够用了 完全不需要买苹果的1000块钱的Apple Pencil 然后最后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店铺 我们有很多隐藏福利 你关注了店铺之后可以解锁 对 我们淘宝店叫做电玩科技 你可以在淘宝上收索 玩是丸子的 对 丸子 别说错了 OK 我们今天就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